大家好 我是益胜 欢迎收看每周二晚上10点整的益胜 说给你听说出股市大小事 今天是对益胜帮来说非常重要的一天 因为进入了111年 大家说的益胜元年 那今天更特别是1月11号 可以说是我们益胜帮的益胜日 所以欢迎我们所有益胜帮的好朋友们 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大家来刷一排 六个一样一起来庆祝这个特别的一天 也庆祝一下大家一起走到了今天 那益胜在这边也祝大家一切平安 一切健康 一切幸福 一买就涨 一卖就赚 一路巴巴巴 那节目开始前 还是各位要记得 你们也要帮我们按一下赞 按一下订阅 还有按一下分享 这三件事情 那当然也欢迎各位 除了打卡报道之外 也可以把你们想要听的留言给我们 那这个礼拜我们要带各位来看看 美国几个重要的大事 以及台股这个礼拜 那么一些重要的法说会 那以及一些呢近期比较热门的议题 跟相关可能受费的族群 那最后当然我们还是会提供 上个礼拜外资投信同步买超的金额前20名的资料 给大家做参考 好首先呢我们赶紧带大家来看一下 美国的一些本周重要的焦点事件 上个礼拜我们有跟大家提到 美国12月份的非农数据 那结果呢在这个数据释出之后 可以说是跌破了市场大家的眼镜 因为这个非农就业报告呢 显示新增的就业人数呢 是来到19.9万人 远远比原本市场预期的40万人 逊色许多 但是呢还好这个失业率啊 是有降到3.9个百分点 这个倒是优于市场所预期的4.1个百分点 另外呢像是美国12月份的工资的一个增幅啊 持续的扩大平均时薪 月增0.6个百分点 也高于原本预期的0.4个百分点 这个显示什么 这个显示美国的就业市场 是持续的紧俏 成长是稍微的减速 当然可能也是疫情的升温啊 导致于呢 劳工们不愿意重回工作的岗位 加剧了企业在招募 以及留任人才的一些压力 那虽然说许多的专家表示啊 12月的非农数据啊 不见得能够完整的 这个呈现近期疫情所造成的影响 需要等到1月份的就业数据释出 才能够反映疫情的一个真实的影响 但是呢也有专家解读啊 薪资持续的上涨 可能意味着薪资的通膨来了 而劳动力的市场面临的问题 也可能为背的持续阴害 提供一个额外的证据 另外呢 这个12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跟生产者物价指数这个PPI 分别呢 要在明天以及后天来公布 尤其呢在去年2021年CPI 由年初的1.4个百分点 一路扬升到11月份 已经来到6.8个百分点 那市场呢预计啊 美国12月份的CPI 有可能会持续上探到7个百分点左右 那创下他们40年来最大的增数 那许多经济学家也认为啊 这些数据仍然会处于一个 比较相对高档的位置点 可能暂时看不到趋缓的迹象 那加上呢 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播出的同时啊 这个美国贝德主席 包尔将出席一个听证会 那从事前释出的一个讲稿显示啊 包尔将会强调贝德坚定承诺会设法 达到就业的最大化 以及价格稳定的央含任务目标 并且运用手边的工具 支持经济以及强劲的就业市场 同时呢避免通膨生根 那这些呢 也让市场相信并且预测 贝德将会积极的来压抑通货膨胀 而包尔的谈话也被认为 跟这个刚刚所讲的CPI跟PPI 这两件事情会是左右 美股走势的三件大事 特别在这个礼拜 值得大家持续来做一个紧盯的动作 那再来呢 我们就拉回来看看我们的台股 那台股呢 最关键这个礼拜有两个电子大哥 包括2330的台积电 以及3008的大力光 都要在这个礼拜市举办法说会 那在台股呢 近期遭遇我们国内疫情的考验 以及市场信心啊 稍微受挫之际啊 那么台股的护国神山台积电的法说会 也被多头寄予厚望 那期待呢 在这个法说会 它能够释出甲银带领整个台股 抵御疫情所造成的压力 那关于呢台积电 有几个呢 大家市场关注的焦点 首先呢 第一个就是台积电 再继续调升资本支出的可能性 第二个呢 则是今年2022年 半导体产业的整体的景气 以及呢 第三点就是台积电在全球扩产 与布局的进度如何 而这个法说会啊 虽然还没有召开 外资圈已经纷纷的启动 上调 看好台积电的营运前景 而台积电在2022年上半年啊 受费金元代工涨价 下半年又有5奈米制成市场扬升的利多啊 全面的营收 年增超过两成 几乎现在是内外资研调机构的共识 也让大家对于这个礼拜四的法说会 更加的拭目以待 至于呢 3008的大立光的法说会 大家的焦点则是锁定在 智慧型手机方面的出货的试况 以及它镜头规格升级的状况 那市场竞争的一个呢 看法 以及在车用 还有音圈马达 或者是呢 VR AR等等 非智慧型手机商机的布局动向上 那外资是预期 大立光将受惠于镜头规格的升级 再加上它的技术还是具有领先的优势 那稳定的定价 也有助于它毛利率的表现 所以今年的营运 可望呢 迎来转机 那后续的走势如何 就有待我们呢 持续的再带大家来追踪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是 在整个全球半导体大厂 都忙于扩厂的同时 有望受惠的一个族群 包括这个无城市的一个工程族群 那国内呢 这个无城市工程的市场啊 那我们呢 带大家来稍微追踪一下 他们的近况 那像是这个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啊 SAMI去年底 曾经指出 2022年全球将新增 总共有29座的金源厂 台湾就有8座 那这29座厂房的设备支出 预料将突破1400亿美元 那商机是非常的惊人 那除了我们常听到的 半导体设备厂 今天呢 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 之前我们比较少提到 所谓的无城市市场 根据呢 报导这市场的业者 目前累积在手的订单 就高达将近有1900亿元 而且这个订单的能见度 可以说是直达2023年 前景呢 就让市场非常的期待 其中呢 包括240市的汉塘 这个汉塘 常年都是台积电无城市工程的 主力供应商 加上呢 一举拿下了台积电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新厂的无城市的大单 另外除了无城市之外 它还包括了这个MEP 就是像空调电力给水 以及排水等等 以及制程排气等等的工程 也让它去年光前三季 就已经赚超过一个股本 至于呢 另外一家6139的亚翔 则是呢 通私两岸半导体面板 以及生计厂的机电 和无城市的大单 其中呢 这个高科技产业的接单呢 也超过了它的公共工程的部分 高科技产业当中呢 也有三分之二的订单 是来自于半导体产业 所以让它公司的展望 今年更乐观的看待 半导体产业 扩产所带来的一个需求 那看好今年有机会再挑战 营收呢 持续创高的一个记录 那6196的凡轩啊 他在去年2021年的营收年增呢 接近38个百分点 连续两年改写新高的记录 那帆宣的董事长呢 这个高新平先生就表示啊 由于呢 这个半导体前段晶圆厂 跟后段封测厂的 新建新厂的订单 今年跟明年呢 陆续有许多的一个厂商 进入所谓的交货期 渴望为这个帆宣的营运呢 表现加分 另外帆宣目前也积极 为前进日本市场来布局 也是一个值得 大家期待的一个部分 那最后呢 则是今年1月3号 才刚挂牌上市的一家公司 就是6691的阳机工程 它呢是2330台积电 以及3008大立光的一个 无城市和机电工程的供应商 它在半导体业啊 占整体的营收 大概有54个百分点 那甚至呢 包括像是华邦电啊 望宏啊 还有这个6770的立基电 都是它的客户 在手的订单呢 目前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让它的一个公司的董事长 这个赖友宗先生呢 乐观的表示 看望未来两年的一个产业的景气 当然呢 他也透露 不少的客户考量到原物料 以及能工成本大涨 那真相呢 都是提早签下长单 所以让他们的产业的能见度是大增 那以上呢 就是关于 国内呢 这无城市工程的四家公司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聊聊另外一个大的趋势 就是呢 电子货架标签 因为呢 这几年啊 零售业者追求是更有效率的一个管理方式 那以及呢 所谓的净零碳排风潮的一个要求下 这个电子货架标签啊 已经成为市场上最新的一个需求的热点 因为它可以透过远端控制来随时更新显示内容的一个特色 那对于一些大型店面的管理效率啊 以及呢 人事控管来说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尤其呢 在这个疫情未明的一个情况下 数位转型的脚步呢 则是持续的加快 所以未来几年电子货架标签的需求啊 有机会倍数的成长 加上呢 电子货架标签在欧美地区已经逐渐成为主流 所以相关市场的人士就透露 电子货架标签 现在是处于高度的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那像美国中国欧洲三大主要市场的领先零售企业 都已经开始导入 那热络的市况呢 将不会只是短期的效益 而会是持续一段时间 而台厂呢 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包括电子值的大厂8069的元泰 日前呢 那他也宣布将和电子值生态圈的伙伴 包括6143的政要联手 那么再接大单 将在食品零售商 这个棉花田生机原地导入 电子货架标签 那棉花田呢 除了在69间门市的长温冷冻 及冷藏的商品区啊 总共呢要安装超过5万个 这个2.66寸的电子货架标签外 也采用了十组5.65寸的电子货架标签 他运用呢 包括黑色白色 红色黄色蓝色绿色橘色等等 这七种不同的色彩 来强化他整个零售促销的色彩行销的策略 而原态的积极的扩产也让他被看好 在2022年的产能会逐步达到倍增的一个水准 那他的主力的驱动IC供应商 像是这个3141的金鸿 当然就成为这个最大的赢家之一 那3141的金鸿在整个电子货架标签 他是市占领先者 那么他的客户除了这个母公司的原态之外 欧美各大零售业者跟无人商店 都是他服务的对象 那他也已经呢 为他2022年争取到更多的一个产能 那积极备战 而这个驱动IC有望切入的 也包含联电体系的这个3014的联阳 还有3094的联结 他们其实也在这一块市场耕耘已久 公补应求的市况 当然也有利于他们持续扩大这个营运的版图 那他们呢也将目标锁定在中国零售商进行合作 因为要避开呢 这个龙头金鸿已经处于强势地位的欧美市场 那另外一个呢 渴望受惠于这个电子货架标签商机的 就是8240的华宏这家公司 华宏呢本业是专注在光学模等等相关的产品 包含像是车载防暴模 还有电子货架标签应用的功能模 以及呢机能材料热导材料等等 其中呢这个华宏啊 它配合客户所开发的功能模 销售呢是持续的拉升 除了去年12月的月增率已经大幅成长 142个百分点外 这个产品在去年累积的营业额 也较前一年2020年啊 成长了高达82个百分点 而且呢预估啊 今年仍有双位数成长的幅度 所以有望呢持续呢 集团整体的营收啊来增添动能 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电子货架标签 上期今年的一个展望 那最后呢我们再帮大家提供呢 就是上个礼拜外资投信同步买超金额的 前20名的一个资料列表 那大家可以看到 里头比较大的一个族群啊 大概就是呢 这一两周相对啦 有机会呢再做一个补涨的一个动作 就是这个瓶盖骨的一个部分 那里头呢包括像是大苹果 大家可以看到啦 这个2330的台积电 或者是呢像2382的广达4938的核硕 这些代工厂之外 另外呢就是像是呢这个miniLED部分 有这个副彩 还有台表科 以及光学的预精光等等 这些呢都算是呢 属于瓶盖骨的一个行列 那此外呢像伺服器相关的 则有散热的双红 以及呢像是这个金像电的部分 那其他呢就是一些比较大型全值电子骨 那尤其呢在过去基期比较低 特别是第四季有稍作整理的 像是日月光啦台达电啦 以及国剧等等 那这个呢都是呢 历经了大概几个月的整理 近期呢获得了法人的一个青睐 好那我们今天呢益胜说给你听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最后不要忘记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说给你听